慈禧因为患了利己之症,引发心脏衰竭。 1908年,光绪帝驾崩,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作为新帝,及日尊为太皇太后,四日为政三克,在宜暖殿去世。 国家两个领袖借连去世,给这个本就暮气沉沉的帝国带来了沉重打击。 大臣们群龙无首,就连国事也暂时搁置了,只能把两个统治者办丧事当成现在最要紧的事情。 两个大人物先后去世,丧事就挤在了一起,负责办丧事的人经过商议后,决定先办太后的丧事。 然后,着重给光绪皇帝修皇陵,修好后再给皇帝下葬,复查多尔纪是大内侍卫。 这一次,由他负责监督扎纸工匠给太后扎葬礼需要的东西,也就是陪活。 慈禧太后生前是大清顶尖的人物,这身后事也不能寒酸了,所以光是来给他扎纸活的工匠就有几百个,还都是京城里有名的工匠。 这些工匠们拿出十二分的精神,给太后扎了八仙,同男同女等一干葬礼要用的东西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两样别人下葬不用的东西,那就是宜宾和仪式。 太后的葬礼由内务府负责,但是这宜宾和仪式却不是内务府安排的, 而是慈禧太后生前自己要求的。 他生前受了不少洋人的气,想必现在让洋人形象的纸人跟随自己下葬也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。 听说了这个新鲜事的记者们纷纷赶来,拿着照相机对这些纸人拍个不停, 接着带有这些照片的报纸就出来了。 事情登报之后的传播速度很快,没过多久,伊兰俄三国的公使馆就派了人过来看纸人。 本来纸人这种手工扎出来的东西就难免与真人有差距, 再加上工匠们对洋人心存恐惧,所以扎出来的纸人都不怎么好看。 沙俄参赞就指着纸人的高鼻梁说,这是在丑化他们士兵的形象, 要提出抗议。 还没等纸人扎完呢,这些洋人来了。 不过傅查多尔记早有准备,并不怕他们。 七八个洋人气势汹汹地走到东华门,问傅查多尔记, 为什么要用他们俄国人的形象做纸人, 一边说还一边用手指自己的鼻子, 意思是纸人都有一个大鼻子。 傅查多尔记不慌不忙地, 把那些早就准备好的侍卫叫过来让俄国人看, 说只需你们鼻子大,就不允许我国也有鼻子大的人吗? 看着这些洋人不仅没占到便宜,还吹风丧气地走了。 傅查多尔记和那些过来帮忙的侍卫都十分开心, 哈哈大笑起来, 不过他们也知道, 这样的胜利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, 战场上他们赢不过洋人, 抓几个纸人又算什么本事呢? 慈禧太后的南木金冠先并于宁寿殿, 后移到梅山, 从她去世到凤安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里, 祭祀并未断绝。 1909年11月9日早晨5点, 就是青天间悬定的慈禧太后凤安大典的最佳时刻, 而在11月8号这天, 李莲英就领着手下的太监, 开始给慈禧太后棺果外面的旧部熏香, 太后出币那一天, 有不少洋人过来看, 按大经典制, 走在最前面的64位隐藩人, 高举万民奇散, 接着是帝后的鲁国仪仗队, 有1628人之多, 他们举着各种兵器, 番旗和各式各样的纸扎, 或绸缎制作的烧活, 浩浩荡荡荡, 十分为风, 抬棺木的康夫, 身穿校服, 每班有128人, 分三班轮流抬送, 也就是说, 光抬棺材的人就有384人, 可是他们没想到, 葬礼上居然有洋人形象的纸人, 这些洋人都很生气, 想要向总理衙门提意见, 可是一把火过来, 那些纸人都变成了灰, 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了, 刷掉洋人形象的纸人,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, 让洋人丢了脸面, 可是大清国在战场上丢的面子, 又去哪里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